谭歌词 许多亚 《恩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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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看見大家真是好 我們對於這個恩贵周末非常之興奮 其實他們是在隔壁街的酒店上過的 她跟Glena说 因为在酒店房间 就觉得好像出了旅程 去另外一个时供 然后在我里面 很多的喜乐涌出来 我们今晚不是要去其他地方 我们跟我们自己教会一起 今晚我们做了这个全世界 我们在八个议会 我们很厉害地做这个 我们整天都周围 全世界这样飞 但是我们很难得 在香港今个礼拜 周末这样去做 所以今个周末 其实是关于传递 我稍后会解释一些 但她想读一段经文 就是高林多后书 每次我上来 去回应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可能会读这个章节 你有多少人知道 神的话语 可能只有两成的人知道 其他的人要上来得救 但是你知道吗 每一次神的话语 是给我们有一个好处的时候 我都想捉 所以神的话语 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很大难的 这个高林多后书 一章二十诗就说 上帝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 是的 所以我们借着他 说阿门 是由我们去说阿门 是使上帝因为我们得荣耀 所以每一个神的应许 都是带着有能力 去彰显这个应许 所以这个应许的大能就是 是需要一个连结 是一个信心的连结 它是说这个阿门 是由我们而说的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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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希伯来的词 它这个词留在希伯来文 这个是希伯来文里面 最强调式的 是的 这个是会众去说 是的阿门 是说是使着神的荣耀 有多少人想给荣耀 圣经说了给我们听 我们对着神 每一个应许都说阿门 是为着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就是祂的良善的彰显 所以当你说阿门的时候 祂的荣耀就会彰显 而令到这个应许去发生 有时很难令到这个会众 是对着所有应许都说是的阿门 但是已经给了你看 在圣经在华语里面 神是不是说是的啊 然后我们跟神说什么 阿门 天使说不说阿门 天使不说阿门 这个魔鬼会不会说阿门 谁说阿门 但是为什么在教会中话语 去传港的时候 没有人说阿门 如果你想荣耀神 你应该说阿门 这个是我的应许 这个是我的 我的应许 我现在要接受阿门 你知道吗 你可以说阿门 好像一个非常宗教化的 像熬牛这样 我不想要罵罵罵罵 所以我说阿门 阿门 当你有启示 和靠着启示 去说阿门的时候 是超自然的 所以在这个周末 当我们传港神的 要应许的时候 你要说阿门 好 大家可不可以阿门 你收到了吗 我不再需要圣经了 她跟了Theresa 也跟了我说 也跟Jenny 说了关于这个周末 今晚 当我们说传递的时候 你不能有太多翻译 因为我们不是在教导 或者说托 这个是传递 传递是更加好的 是你接收到 不是教你 所以她跟我们翻译员说 如果我们不可以 立刻很快地 翻译到她想说的是什么 就对着她笑 对着大家笑 然后就继续用英文说 因为 因为 因为流动是更加重要 多过这个 开始 完结 开始 你停停下 你很难去 收到那个传递 大家明白吗 他说什么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说 圣灵 你来到我们教会里面 然后他好像一个狂风 然后吹淋人 吹掉人家的假发 然后人们开始摇跌 邪灵走出来 人们得医治 然后教会就说 圣灵欢迎 你坐在后面 静点 但是朋友告诉你 圣灵来不是要坐 他要来 去倒转教会 因为现在人类 是控制着教会 这个 復兵是当圣灵来到教会 传递就是 是其中 这个经文里面 最厉害的 一个 启示 而很多 全世界的教会 开始发现 这个 传递 是 在圣经上 有说的 这个传递 就是当人 跟你说话的时候 在这个因果底下 或者他按手在你身上 然后你捉到 那个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因果 有时 你是有机会捉到 那个因果 是大过 那个人生命里面的 的因果 以利沙 有以利亚 双倍的因果 一个无名的 使徒 叫Ananias 他按手在 使徒保罗身上 而使徒保罗 在Ananias身上 捉到的因果 是超过Ananias 有的 这个 传递不是一个过程 不是慢的 一分钟 你可能在这个程度 但是 传递之后 你可能在另外一个程度 没有什么阿门 是不是 这个是应许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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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忘记了 中国人 这个是中国人 我们听得很投入 但不是 如果你真的听 你会说阿门 这个很好的宁情 就是要阿门 如果英文 他说完 如果中文 我说完 你就阿门 是非常之 一个奥秘 就是人可以按手 在你身上 释放因果 而你可以立刻 去到另外一个层次 突然间所有东西 去到另外一个层次 你可能是一个害羞的人 好像我 我很害羞 但是我因为接受到这个传递 我都是害羞的 但是因而因果 我们可以看到神者歧视 发生 我们可以是 刚强壮胆 一些很刚强壮胆的人 在因果底下 他可能会害羞 或者可能变得敏感 阿门 就是好像大家 在买衣 你知道要什么尺寸 要32号 提外话 Tony和Robin在这里 真的很好 他们的朋友 认识了他们 差不多30年了 他们在澳洲的教会 一起做领袖 他们刚刚几个礼拜前 去到他们澳洲的教会 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 医治的恩膏 大个在Rob身上的 医治的恩膏 所以当他们来到我们中间 更加多的医治会发生 阿门 但是这个周末之后 在灵里面 当你去买衣服的时候 你要买大一个马 因为这个就是 如何发生 传递制 是一个超自然气氛的传递 是一个超自然的气氛 是留在你身上 是整世人都留在你身上 是取决于这个容量 这个气氛的容量 有多少 就会决定你 神色歧视的程度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拍一张手指 然后那些死了的人 会复活 所有圣经 应许的东西 就已经实现了 因为很多基督徒到现在 都是非常无知的 对于传递 所以我们一个地方教会 我们怎样可以 由一个气氛 一个地方教会 是从一个气氛的容量 去到另外一个层次 气氛的容量 就有这类的周末 五个月之前 我们有类似的 一个周末的聚会 当教会大部分的会员 是经历这个传递 这个教会气氛的容量 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层次 不代表所有人得到医治 但是意思是 更多的人会得到医治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到 另外一个层次了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就是有人有一个 传递的气氛 来到另外一个周末 接着有一个更深的传递 那些人是未经历过传递的 他们经历传递 接着教会就去到 另外一个层次 仍然不是所有人得到医治 但是更多的人得到医治 直至到这间教会 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更深的传递 你去到神旨意的事 就是所有人都得到医治 因为教会将会去到医治 因为教会将会去到一个程度 是有这个气氛的容量 去做到医治 接着那些不信的人 走入这间教会里面 接着这间教会 是有那个气氛 是容许不信的人得医治 因为使徒能传 五章和十三章 所有人都得到医治 说所有人都得到医治 耶稣已经回到天家了 是圣灵在这个地上 不是只是使徒按手 令到人得医治 是有一个气氛 是令到所有人都得到医治 接着有些人就想 他们怎样做到 是不是神2000年前 那个梦子好一点 是不是到现在来说 神已经没有兴趣 再做神迹其事 there's no day of miracles there's a God of miracles there's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the same okay let's keep going there's no day of miracles there's a God of miracles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the same when you don't see miracles for years and years it's not because God's turned off the power it's because people have gone into religious traditions they've forgotten about impartation there was no miracles in Israel for 400 years when Jesus stepped in to Israel no miracles had happened for 400 years and He turned miracles signs and wonders on it was not because of God not doing miracles it was 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the unbelief in Israel and their worship of idols the modern church with the absence of miracles ha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God's got no interest it's because people are in unbelief they do not know impartation they think it's all training and structure and think it is miracle impartation come on give it a lot of shot and if you keep listening like this I will not have a voice before if you keep listening like this I will not have a voice don't make me work so hard don't make me work so hard don't make me work so hard alright some of you know I got saved at 23 you know I got saved you know I was 25 and our church Во Jack and I took one place took me a long time to plot it but two years was to learn so bighips and my training in that two years was from a theological position 而那两年他接受到的训练 就是 神有时会医治 但神有时不医治 他是超级多的宗教化的教导 是错的 而他们教会告诉你 是很闷 我告诉你 如果神不是用能力去彰显 是非常闷的 圣经里面超过140次 就是神说 我会彰显我的能力 等到人知道我是神 所以如果神不是彰显他的能力 我们就要传递 如果我们没有拿到这个传递 所以神来跟我讲笑 26岁的时候 然后他给了能力 钉了一张墙 神跟我讲 Rob,你是牧师 他问了我三条问题 当神问你问题 他很小心地回答 他每一条问题我都答错 然后他充满慈爱地骂我 责备我 然后这些经文从我心去到我的思想里面 然后有人说 你去看这些经文 他说我想你去到南非另外一个城市 你去这个人叫Kenneth Hagen 他的事工底下 你去那里 你飞过去那里 你去三天 你去一个聚会 不是选哪一堂聚会去 你去完所有的聚会 因为你去完所有聚会 的目的就是让你加速 和接受到的聚会 星期日早上有人会捉到一些东西 但去到下个星期日 可能他已经失去了 但如果你是整个周末留在这里 你去把所有的不信 去赶走 而去给食物给你的信心 然后去到星期日 下午就不会像今晚那样 好吗?大家 如果像今晚那样我会很失望 去到星期日 应该不会再坐在那里 对吗? 去到这个聚会 几千人 他很批判性 到第二天我心开始改变 然后我得到这个启舌 这个信心 如何去运行 最后一天他差点 是堆垃了一个招待 因为他想坐第一排 他想捉到所有的东西 从Cannatagan身上开出 我突然有一个启舌 就是看到他如何在因果里面流动 因为我很渴望 我说我想要 然后很多人说见证 他们如何得到耳朵 然后几百人得到耳朵 然后他很武力性地坐在第一行 如果你是救渴慕的话 我会让你坐第一行 因为天国是被那些 有猛力捉住的人 神的能力可能会 五里一百万人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心里面有贺慕 就会直向着那个人 所以Cannatagan在说什么 他在说 有一晚在帐篷里面说到 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就是说你上来 上来更高 他的身体还仍然在帐篷里面 坐在一张椅子上 但他说他向上的灵 然后穿过帐篷里面 然后去到云里面 然后你要知道他的背景 歌的时候听到 哇有点离谱 然后圣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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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就说 你看回启示六四章 这个是神对着若翰这样说 早过的之前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 我想完不想 圣灵都一定要我接受这个圣灵 然后呢 这个Cannatagan说 他要面对面见到耶稣 他真的见到 圣灵那类的人呢 他们呢 是常常都在灵里面 是见到天堂的很多东西 然后耶稣呢 就跟圣灵说 圣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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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他手上 然后他两只手 就开始在炎上 然后那时候 他坐在第一排 你怎样去判断 这个人的神学论 就是靠着他的果子 我见到这个人的品格 非常之有恩慈 那时候他应该跟同一个女人 结婚50年 一个善热的人 很爱着他 很憎恨这个魔鬼 我听着他说这些意象的时候 这个见证 用因果的说 是将你带入他的恩糕里面 这个教导一定要令到 真理非常清晰 但是传递 他让你经历到这个真理 阿们 所以当Kenneth在说的时候 我感觉到这个气氛里面的恩糕 下一秒钟 我就在灵里面 听到圣灵的声音 在我灵里面说的 你并不是在头里面听 在灵里面 你更多活在你的灵里面 它就会更生你的心思疑念 你的老思想 然后神的灵跟我说 Rob 你也可以做同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说 我可以的 我全的教会都充满了很多传统 然后神说 你可以的 然后他说 儿子你站起来 举起你的手 然后聚会是几千人 全部都坐下来的 他们全部都在听牧师说话 然后非常无礼貌 是第一行站起来 对吗 在南非非常有礼貌 你不会人家在说话 站起来 然后叫住意力 而且很害臭 然后神说 儿子站起来 举起你的手 然后我不管了 我很渴望我站起来 举起了我的手 然后立刻 有那个传递给了我 我在说这个好像 液体的火一样 而这个因果是带到我们 全世界完全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回到我这个死死的教会 那个教会为什么死死的呢 不关人事 是关牧师事 这些人在接收的 就是牧师是什么人 如果我告诉你们 我有一类的皮肤病 但是有另外一些 你不会接受到传染 如果你去那间教会 牧师是犯奸淫的时候 如果你不留心 你会去捉到那种东西 你会去捉到那种东西 如果你的 然后回到教会 去带领教会 第一个星期 我就说完我听 Kenneth Hagen讲的所有东西 然后那些人就开始得到 以龙的开尔 然后按手 然后整个能力在这里 然后神说 你站一个祝福在你身上 我叫所有人站在身上 所有人站在身上 然后我说 凤耶 对他们说 是凤耶 神见证着 就是他的大能 去触动死生的教会 然后98%的会众 被击倒 就是飞 然后撞墙 然后跌倒 然后所有未信的人 跑到台前 然后接受救恩 这个传递 就是一秒内 我从这个层次 去到另外一个层次 一秒内 我接受到那个传递 所以因为我明白 这个传递 所以如果我看到 恩高在一个男人 女人身上 而我知道 她有一个属神的品格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接受过很多不同人的 一些传递 然后明天我会说 这个知识言语 如何去运用 所以很快地说一说 四件事 如何去有一个灵 是接受 我今晚站在这里 不是一个广道的人 我今晚站在这里 好像一个教练 那样 今晚你们有些人在这里 你不单止会接受到一个传递 但是神要释放你 去成为传递的人 去倍增 这个传递是要倍增果子 有一天我作为一天 我作为牧师 我按摩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没有人得到医治 而我拿了她的病 但是一秒的时间 我举起了手 然后第一个礼拜 我就看到龙耳开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个周末的重点 如果你今个周末来 是想得意志 那就是神 但是不要令得医治 变成你的动机 你的动机 是要得到这个传递 等到神可以用你 而你会得到医治 四样东西 我们去训练人 去成为传递那个 如果你是走到人面前 说我传递一些东西 但是很可能 他们根本不会捉到 他们的信心 要跟你合作才可以 所以第一 你要教他们关于什么 叫传递 所以我希望你记得我 现在讲的东西 我们看一看 这个罗马书1章11节 然后我们会用经文 明天去做更多 我不是想控制大家 但是我就说 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周末聚会 就会令到教他们的气氛 越来越多 一起读 1 2 3 go quierosquare 我今年典 I long to impart Say impart I long to impart to you some spiritual gift that will empower you to stand strong in your faith And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believe her 2017 hakk is strang in your faith 纸绸 Now this means that when we come together and are side by side 牧师的信心不是唯一的信心 我们要所有信心一起互相鼓励 有一天会来到 没有一个人会坐在那里翘上手 对呀 阿们 释放信心 不是想自己是一个会众的信心 大家一起去到更高的层次 中文一起读一读 一 二 三 我切望要来和你 面对面并认识你 因为我学无全给你 那可加能力给你 在信心中站立得坚强的圣灵恩慈 现在这意味着 当我们并肩聚在一起时 美好的事物将会被释放出来 我们可以期待彼此的信心 共同得到鼓励和安慰 你要记住 有时你接受到的 可以超过传递给你那个人 这个例子是在圣经周围都看到的 阿们 所以如果你要传递一个恩赐给别人的话 这些罗马人 他们在见保罗之前 已经在说谎言 已经有恩赐的运行 他不是在说被圣灵充满 或者是有恩赐 当神告诉我 我已经在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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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 我知道很多基督 在圣灵充满 在圣灵充满 是非常能力 它比较在圣灵充满 是一个祝福 我可以给你 让你的信心弱 是一个责 有一个放弃 从一个圣灵 它放到那家 并起了信心 并起了力 并起了力 它是一个自然的能力 去做的事 它是没有做过 当你在圣灵充满 你突然知道 能够有识识 没有人在训练 你就是这样 你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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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解放 神的力 你只知道 你只知道 你能够解放 你只知道 你只知道 圣灵充满 你只知道 你只知道 圣灵充满 你只知道 你只知道 圣灵充满 你只知道 第一点 第一点 就是你为人 祈祷之前 要告诉他们 不只是为祈祷 你要教导他们 如何跟神的恩高合作 否则 你只是浪费这个恩高 普通的基督徒 在香港 你按手 在他们身上 你会觉得 好像石屎 根本接受不了 但其实 在西方国家 是一样的 我们就知道 他们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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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被神去呼潮 做耶稣做过 行过的神迹歧视 因为很多人去教会 就是来到这个教会 就是那个牧师 就是那个重点人物 而那个架构 就是关于那个重点人物 而那个人做了 所有的神迹歧视 而所有其他人 留在一个很小的状态 不是啊 我的意证就是 在殷荣堂 有一万的人 充满着 有神的恩高 和能力 荣耀 然后那些人呢 可以在行的地方 是超越他和Glender 阿门 然后呢 他就来到教会 你可不可以传递一些恩高给我 他不是说笑 他真的很想见到一间教会 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 神是呼召他们 做耶稣所做的神迹歧视 和更多的事 因为你和基督是同等的后置 什么为止是同等 所有耶稣 承计的东西是属于你的 有多少人相信 真正相信 你不是承计耶稣 在十格之前有的东西 你承计的是耶稣是经历 死后復活 升天 之后在神的右手边 那个位置 所承计的所有东西 所以第一就是 你按手在人身上 之前你要说服到他 神在呼召他们 第二 一定要谦卑 圣经说 神用了软弱的人 这个圣经说 神不是要那些强壮 或者是世界上 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他用 这个世界上 愚弱的人 基甸 基甸是一个 很小胆的人 他躲在一个酒窖里面 然后神来到他面前 啊 伟大的勇士 所以神跟你说 永远不是关于你的情况 是他怎样看你 你永远不会去明白到 这个因果 如果你认为 神是 看你呢 是看你的情况 神看你呢 是因着他 叫你 去成为 那个偉大里面 然后呢 基甸觉得自己呢 是 最小 那个支牌里面的 最小那个 然后呢 神就说 你要靠着我的大能 而去 这个呢 就是那个传递 然后呢 基甸成为一个 偉大的圆帅 透过这个传递 我不是反对 这个 训练或者教育 我也都 见过很多人 去一些超自然的 课程 去很多那些 课程 而他们呢 得不到任何的 传递 他们只是得到 这个超自然 那一类的知识 有些人呢 有五个的神学 可能25章的课程 就是那些什么 训练 然后呢 他就说 我是配得 有这个传递 不是啊 我们没有人是配得的 我不管你有多少 或者多少的训练 我是由混乱里面 去到传递 因为我渴望 你呢 如果把你那张 超自然训练 那张课程 放在人身上 邪灵不会走的 邪灵走 是因为你有那个 超自然的传递 阿们 我们可不可以再说多一次 这个试图行转的教会 如何去到一个程度呢 是试图行转五章里面 所有人都得以至 一个这样的程度呢 不是意外来的 是因为三年来 三年 耶稣呢 每天都向着 他十二个门徒 是这样 传递 传递 然后呢 他由死里面 復活了 然后呢 向着他门徒吹气 传递 好像父亲猜我 我猜你 然后呢 一百二十个门徒 在这个 上面的房 然后呢 这个火焰 来到他们头上 更多的传递 这个试图行转四章 然后呢 他们举起的手 主啊 你再去 做这个神色歧视 然后呢 整栋楼都在折 然后呢 经文就说 他们所有人 都充满这个勇气 然后呢 试图行转四章 他们说这个伟大的恩典 是临到他们所有人 他们去到一个更深的气氛里面 这个呢 就是传递 试图行转五章 去到六章七章的时候 我们就要震动香港 或者耶路撒冷 香港 has had over a hundred years to get this city saved and it hasn't worked it's a form of insanity to keep trying the same evangelical methods if for one hundred years we're losing the race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needs a mighty impartation to walk in the supernatural God must be in demonstration and it's not going to come just by pastors teaching sweet little pastoral messages it's going to come by apostolic impartation to release the body of Christ in this city to go and a city church you are a pattern you are a mold you are something that God is raising up do not underestimate what He's wanting to do over this weekend make sure everyone from city church is here tomorrow all services Saturday morning Saturday afternoon Saturday night Sunday morning don't wait for Joshua Mills and think we'll just come and then Joshua will make some magic and no he wants we need to be all imparted before Joshua even gets under this platform you need to get everybody come, come, come tomorrow Amen this is historic this weekend this is historic this weekend last time was historic 上一次 也是历史性 this is going to another level this is going to another level before you lay hands on someone we're going to on someone make sure they know that they are called to do the works that Jesus did and I need to be a A men I don't think I am a pastor I'm a pastor it's not by the traditional mold really No, I also do not think I am a pastor Moreover, I'm a pastor NARRATOR 2. Helped Don't trust all your training to you Light his mind 最多不信的地方 就是那些最多神学学位的人 接受的教育 是超过他的IQ 很正常的痛 而是神 beginnen跟死人的 主要邪恋 你弄一下 最恐怕冒 彼最怕冒 全世界的影响 你不能只靠在學術的大頭 你需要人在心裡 需要人在誇張 第三 你需要很渴望 你需要很渴望 我太渴望 Kenneth Hagen沒有機會 我太渴望 根本沒有機會按手 在我身上 一定要很渴望 如果你有小朋友 如果他們全天吃零食 當你有營養食物 他根本沒有胃口吃 你如果用世界的垃圾 充滿自己 你根本沒有胃口去吃神的食物 那是阿門 Bill Johnson說這件事 他說在這個世界 你肚餓的辦法 就是你不要再吃東西 你三天禁食 你就會很肚餓 但是在這個超自然的世界 你渴望是透過去吃的 你渴望是透過去吃的 當你看到常過是神幾好的時候 當1981年他得到傳遞的時候 令到他更加更加渴望 更加多的傳遞 你會越來越多的 更加多的傳遞 你會越來越多的 我呢 他說這件事 是保護一輪堂 我們呢 不是那些 只是想搖啊 跌啊 那些 那些 這個呢 傳遞是有目的的 是圍著失喪的人 是圍著破壞的人 是圍著那些抹期病的人 是圍著那些 圍著病的人 是圍著病的人 如果是錯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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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開始做遞著病的人 我們要去傳遞 而那些食物 又要去傳遞 因為我們要去傳遞 給其他人 這麽都要去傳遞 天啊 就是要底黑的 所以 每天 employers 但是我震得比你更多 我們不是坐在燈山寶佛的山上 這只不過是一個周末 你還有很多生命去活 當燈山寶佛的三個門徒下山的時候 山下有一個被鬼附的小朋友等著被釋放 殷榮堂我們是一間很棒的教會 這是一個很棒的教會 而我們是行動的人 你更多給出你接受的你就會接受更多 你更多的學務就會越來越學務 第四點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去接受這個傳避 四年前當神的大能來到這間房間的時候 有很多中國人馬上逃跑 因為他完全未見過他害怕 因為很多人之前告訴他們 神不再做神職歧視了 有這些事的時候一定是魔鬼 這是魔鬼告訴他們的 阿門 如果你們完全未經歷過神的恩高 就會有一個未知之性 你不知道什麼會發生 但如果不是因為Kennett Hagen的傳遞 我根本不會在香港 阿門 我記得1980年 當我們教會還很死的時候 他一年之後才去Kennett Hagen這個傳遞 那年有一個港元從美國來 這個名字 他在美國看到很多偉大的神職歧視 他是Bob Dylan的牧師 他在長頭髮 加州的一個牧師 他說得很差 好尷尬 我們教會已經禁死了 他說得又那麼差 然後 他說完了 然後他就在台上 下來了然後站在會眾面前 然後他說 我說完了 這個其中一部分的事項 說完了 做完了 但是現在我有另一個事項 要做 然後當他說這些字的時候 突然間 整個房間裡的氣氛 好像充滿著電壓 Toni幾個禮拜前 告訴我 Toni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 他在天花板上有幾條電線 然後他爬上這個梯 然後他捉著電線 然後電 電到他 飛了 撞牆 電力沒有神那麼有大能 但是如果你是夠電壓的話 他可以殺了你 但是神的能力其實更加大 但是你不要害怕 他不會殺了你的 他會感覺你是快死 但是他會殺了什麼 殺了疾病 他會殺了你的恐懼人 他會殺了你的驕傲 殺了你的肉體 他會全部燒毀了 你們有些人需要去鑽入這個火 你需要這個聖結的火狀 每天洗灰 當這個牧師一開始這樣說 然後我開始害怕 然後他開始指著會眾 他在整個能力上會想到你 然後人們就會掉下 然後不停滾 他在教會裡面根本未試過 沒有看到人在那裡滾滾滾滾 然後他開始害怕 然後他說能力要臨到牧師 然後他是畫浪的人 他说我不会跌 因为他害怕 然后在那一刻 那个运行就死了 因为如果牧师捉不到 这个传递 留不到这个人在家 所以他浪费了一年 因为他害怕 而香港已经害怕神的能力很久了 这个是不是撒旦来的 在这个城市里面 很多人被邪灵附身 他们有抑郁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但是教会就说 这些神色其实是撒旦而来 我来香港之前 有一个牧师 就在他身上 我告诉你 我真的觉得我快死了 有很多电 火 流动 在我身里面 你中间有个肌肉 连结你的肌骨 然后你可能问 Rub 你今晚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 Rub 你今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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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我讲了太长时间 我已经有很多小时 他根本没有起不下 他在一阵的火之下 我问 神 为什么在我身上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我需要拆你去澳洲 我要拆你去亚洲 我把我的爱在你的心里 是围住这些人 是围住亚洲人 围住澳洲人 这个传递是容许我和Glenda 在澳洲做我们所做的 在你的生命里面将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你需要今天或者这个周末的因果 你需要另一篇道 这不是一篇道 太多道了 你需要传递 不要怕 因为当你害怕时,你就会错过 而恐惧经常都建基于在这个骄傲里面 上次的周末我这样说 你一定要去到这个地方 就是你说,主要我不管了 如果我流眼水流鼻涕 我不管我笑是否笑到那些鸡 我鼓励你不要笑到我好像狗吠 不要笑到那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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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在五个人面前 你告诉他们这四个东西 让他们预备好了 好,那你之后如何踏进这个传递里面呢 这个很简单,每个人都应该懂的 我们刚刚在菲律宾一好几千人面前 我说,为什么还有领袖都不懂得这样做 这么简单 你不会说,谁想要传递 因为所有人都会跑来前面 当你按手在这四个动物中 然后,他们按手在那个子弓的头上 那些人上来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四个东西 可能很多原因他们会上来 如果人手又那么看,我怕你做什么 如果人家做不了任何东西 因为当人见你按手在人身上 而没有什么发生的时候 强化他们错误的观念 就是没有什么会发生 但是如果有人见到 有东西在你手中出来 而是有一个气氛的传递 他们的信心就会提升 然后我见过你按手在人身上 他们的头上没有什么发生 坐在我身上 同一样 现在越来越多 我不按手在人身上 除非我知道他们 知道懂得如何和人家合作 所以这个灵里面如何运行 你就要看看圣灵在哪里已经运行 然后你祝福圣灵已经在做的事 耶稣说我做的所有事都是我看到我父亲做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经常去找的 就是在房间里面 我看到信心在哪里运行 有时你一定要打破这个不信 在这间房里面 你才可以按手在人身上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东西 当我骑上一个很普通的事 我是不是说为病的人祈祷 而是说在传递的祈祷 我去找那些 可能会开始哭的人 我去找七个其中一个的状态 如果七样里面有其中一样 我就会说 你来前面 我想祝福你 然后他们就会捉到这个大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开始哭 而没有原因让他们哭的话 即是说这个恩高已经开始摆基督的连吻在他们心里面 因为耶稣被这个连吻感动 所以令得意志的人培增 所以一个星期前 我在六晚向着几千人去港道 我讲了这个复兴的历史 我讲了这个恩高和如何进入这个荣耀里面 然后我的法寓言 将来有什么事发生在菲律宾这个国家里面 然后这个天堂的船锋进入了那个荣耀里面 然后他进入在灵里面最激烈的一个熟灵 跳舞 然后几百人开始跌到他的膝头上 然后不停地去激烈的一个人 我没有按手在任何人的身上 但是几百人得到医生 有个女人的胸里有个楼 十热石走了 但我没有触碰她们 在房间里有很大的信心 我从台上下了去 有一个使徒 叫Paul Chase 他的年纪 我抱着他 哭了十分钟 那一天我在聚会和六百个男人的领袖教导他们 我们要服务男人的气质 男人是保护者 专闻女人 加能力给女人 这些男人 看到我从台上走下去 然后抱着一个比我的高的男人 我好像一个比喻的哭 之后我跟Paul说 我从来一世都没有试过这么哭 但我感觉到神 谈到他的爱给我 是给菲律宾的 当人开始哭的时候 是爱的传递围着其他人 所以我想见到这些恩慈去触摸人的手 另一个表证是很棒的喜乐 就是这个人在经历着神的良善 这些火里 有热力在他们手上 或者这个全身 不是自然的热力 这是恩膏 或者好像有电力 在你的手上 像你的脚都麻痹 或者有一个很重的荣耀 临到你身上 是你动不了的 这些就是我会首先叫他们来看 因为他们已经在踏进那个层次里面 他们的信心已经在拉扯着恩膏 所以那些人只需要10秒的传递 如果你按手在人身上 你需要10分钟的话 就是说那个人根本没有任何的期待 不懂得如何和恩膏合作 所以今晚 让我向你证明 如果敬拜之后 我立刻叫你上台为你祈祷 你可能会见到任何的事发生 但是你现在看看将会发生的事 而你们将会成为明天 在这个聚会里面释放更多的恩膏 去到星期日下午 我们已经去到另一个层次的恩膏了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想祈祷一个福概性的一个吐告 所以你一定要渴望 否则星期五晚都不会来 我相信你是渴望的 有几多人在这里 这家室里面有几大的吐告 所以将你的手拿出来 放在你前面 你记住了 你要去期待 得罗有的要更多 你不用了 你举起手 我只要把手拿出来 放在你前面 就行了 所以你不要来到我面前 叫我给你一些东西 一定是你问神 神想给你那样东西 所以你问神 要这个寻帝 就可以去祷物 走在这里 或者能不能来到君子 或者能不能来到你 走在这些生意 或者能不能来到心 我现在站在一个概括的祷告 天父 奉耶稣的命 我们多谢你是一个很有爱的天父 非常有恩赐 是你如何传递你的恩高 主啊,我们想要所有你今晚想给我们的东西 所以主,我们现在就接受 所以你现在就接受 好美丽,你现在就接受 继续接受 好 多多多多多 更多,主,我们要更多 更多 为香港,主 我们相信一鸣堂的所有人会改变世界的人 我们相信是祢的旨意要提升所有的男人、女人 要更多的果子和更多的影响力 现在有一个风在我们当中开始吹 很美丽 我真的很相信神现在在传递恩高给你们 他的爱给你围住那些未信的朋友、家人、同事 你以前是害怕的,现在你不再要害怕了 你将会有这个智慧,知道如何去分享耶稣 是的,主要更多 更多,主 他又不需要我手上任何人身上 所以我想捉住其他人,我已经在接受恩高 所以现在呢,大家不要成为旁观者了 继续留在这个恩高的气氛里面 现在呢,现在发生的事呢 就是更多人是更加留意到天堂的气氛 他更加意识到天堂的气氛,荣耀这个气氛 这个呢,可以成为你这个楼上的房 不是可留的房 不是可留的房 我需要几个 捉住 如果我刚才提过那七个表证 如果你有其中一样的话 我想你来到台前你的脚趾是碰到财 请继续 年快一点 感谢观看